台积电股价在重挫10天市值缩水1兆元 记者洪有方新竹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延烧冲击美股等全球股灾 台股投资人也恐慌卖压涌现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2330记者跌破300元大关之后 经在重挫移275元一举下跌19元开出 震荡走低达272.5元市值缩减为7.06兆元 较左缩水达5600亿元半导体肋骨一片惨率重挫于7% 台积电股价于去年10月31日首度账上300元大关 持续近4个半月以来 持稳在300元之上 但受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延烧 外资持续大卖 左股价跌破300元大关 美股续崩跌 台积电经股价续重挫 开低震荡早盘一度达272.5元 并创5个多月以来新低 本月以来台积电市值已约缩减约1兆元 从3月2日的311元市值8.06兆元持续下滑 到今约10个交易日累计股价跌38.5元 市值缩水约1兆元跌破7兆元大关 岌岌可为 半导体类股指标股日月光头控 联发科 联电等野产率 望红 致源 利基 光照 亦华电盘中更一度跌停 台积电2月合并营收约为933.94亿元 月减9.9% 年增53.4% 虽创近7个月以来新低 但如市场预期 法人预期3月初或将弹生 营收有机会创历史新高水准 第一季营收达标可期 第二季可能下滑 但目前供应链都尚未收到 细晶元等材料订单下修消息 1 2 4 感谢观看